第1个精选港股是中国建材3323 疫情冲击中国经济 消费在防疫措施下恐怕难以提振 中国经济主要增长点是出口和投资 基建投资成为今年稳增长一大法力点 推动水泥和建材需求 利好中国建材 中国建材的业务包括水泥、运营土、新材料、工程服务 去年收入增长7% 股东英战利润和每股盈利增长29% 韩国终合券商的预测 中建材今年两年每股盈利都会增长10% 预测2022年PE只有4.1倍 中建材近年增加派息金额 2018-2021年分别增加了80% 94% 34% 47% 中建材去年提升派息比率 由2021年三成已提升到36% 2021年派每股是0.6932人民币 相对上星期收市价10.76% 息率达到7.8% 空间夹数方面主要是内地水泥价格下跌 可能会令中建材的盈利未能达到市场的预期 策略上建议在10个4大入 目标价是$12 纸洩位是9.5% 另一只推价的股份是中海油883 中海油在国际油价高企和职业背景下回 威A股上市 市场反应正面和乐观 加上中海油2022年预测的息率达到11厘 以及已经预告适时进行股份回购 近期股价直接上升 中线来说 地缘政治风险 全球对石油需求持续增加 以及库存下降三大因素下 预料油价回落的幅度有限 主要从事原油和天然气的开彩销售的中海油 预料可以持续受惠油价维持较高水平 中海油已经预计了今年第一季 顺利介乎240亿至280亿元 按年就是上升62至89 按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中海油2022至2023年 预测PE分别是4.1和4.4倍 瑞信和摩根士丹尼的目标价分别在13和14元 建议在短线支持位大约是11元附近收集 先看13元 跌穿2月时候股价密集区大约9.6就要止蚀 美股方面今天就跟大家跟进一下维普HPQ 股神近日频频出动买货 最新就买入了维普 这家劳牌公司有什么投资价值呢? 相信维普的业务对于大部分香港人来说都不会陌生 旗下主力有两大业务 第一是卖电脑,第二是打人解决方案 按Count upon的数据 2021年第四季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 按年就上升3.3% 而HP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 市占率是20.5% 只是排在联想之后成为第二季 联想的市占率是24% 排第三和第四分别是Dell和苹果 市占率是1.9%和8% HP的业务虽然受到经济、疫情和物流等因素的影响 但相对平稳 个人电脑出货量 近年就趋于集中头几大的生产商 打印机卖到就会有持续的耗材生意 稳健性的消费品生意相信是股神减损的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HP有很强劲的现金流 并且进行大额的回购和派息 所以支持股价稳步上升 在2021财年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达到64亿1000万美元 HP的市盈率现在是7.3倍 在接近5年相对低的水平 难怪HP会符合股神的后味 战率指 конечно是 天地的初期下限 econom远以arti 两个人? очень欢迎psang 健身 wifi czy 죽死者